为新家庭 恋心疼痛苦 恋心疼痛苦 有家庭下 有一面 各位观众 大家好 维新家庭今天为您邀请的来宾 和芋头很有关系 这位住在台中大甲 很会种芋头的柯鼎川师兄 就是我们要拜访的对象 欢迎您一起来认识他们 脚踏实地 经营家庭 以及师兄在一斤风水 大智慧学习经验分享 欢迎您收看维新家庭 我做的芋头有两个多个 这些是一部分 我们大家 这边两个芋头 我们大家的气候 跟土耳水一样 食物种芋头 所以我们大家的芋头 这种芋头很好吃 如果我们要酸的芋头 我们要酸的芋头 我们要酸的芋头 酸的芋头 芋头才好吃 才香 许多种田种菜的农夫 因为病虫害的防治 难免都会喷洒农药 造成杀生的困扰 维新圣教在中港道场 设立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四声堂 用来超度冤飞软动五音十类株林 每年公祝王禅老祖圣诞法会的时候 也是有专门超度冤飞软动五音十类株林的联位 除此之外 同修可以诵念佛说大阿弥陀经来回向 祈求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五谷风登非常的殊胜 我们维新中 中港道场有设置一个树生场 我们做蜂蜂去那里拜拜 超度 我们那个变糖海也比较減少 也不用荣耀用那些 那时候我就在这一早起来 看电视 看到总导师在说风水月经 后来就是想说大家有在照搬 照搬搬 我就快去报名 报名就去训练 到时候又在训练 自从在电视上看到火源禅师的 《易经风水面面观》节目 这位重芋头的师兄 想到自己的父亲也曾经遭遇过 风水不如法的苦难 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老祖宗的 易经与风水好好的学习 皇天不负苦心人 现在的柯师兄 已经是维新圣教易经大学 第十四届的学员 就是我们的旧厨就是 就是不如法再缩一下 我们老祖宗 这样感激一下 我们老祖宗 怎么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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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让柯林去柯林 那柯林去柯林 本来要去柯林 柯林 柯林就算是柯林 柯林 不是 他说去柯林 不可以 不可以去柯林 去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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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说不可以 就怎么 以前我说不可以 大家都很疼 柯师兄 一边默默地耕作 一边努力学修易经风水 二十几年来 从满外汗渐渐种出了口碑 到后来 柯师兄 一边默默地耕作 一边努力学修易经风水 二十几年来 从满外汗渐渐种出了口碑 到后来 变成亲戚朋友 都自动找上门来拜托 柯先生 我的田给你种好不好 哇 老农夫的芋头田 越种越多 我们爸爸 种这芋头 种了有够多 我们可以替他做 这时间可以做一些便宜 譬如 现在他开始在 烹饭的时候 我们就有时候去 搭 用一些干枯进去 他现在烹饭后 我们再回家吃饭 我爸 他蝴子越长越有幸福 蒸到一片很大片 现在人知道蝴子蒸到很糟糕 拿一些家族 都会向他介绍 叫他 我给你种蝴子 因为种蝴子的餐厨 有一个好处 可以称轻尊重 我可以够補充钱 我爸在种蝴子 有什么好处 所以说 如果有些人 有些人要买的 都会叫他 叫他 要买 所以有些人 在家旁边 有些产品 没有做的 都会去叫他 不然他现在 蝴子越多越做越多 我也有建议 他说 不然你就 不要种蝴子 更不够的工 因为种蝴子 工 種蝴子 水稻的工 多个月 要留肥 要拆腰 很辛苦 现在 我们爸 他现在 他现在去设 那种蝴子 应该有影响到 他种蝴子的动力 他觉得 越做越精神 比方说 跟他同样 同样的年纪的人 那些人都不太做了 他也是 他也是 身体 像这样 吃药物都不太做 我们一半是说 一半是 欢喜一半也烦烈 他就 增多了 也不太厚了 还有这个动力 弟弟要做得多 我是柯卫婷 现在就读 自用高中 电子科一年级 我和我弟弟 柯卫哲 是双胞胎 爸爸妈妈 从小就教我们 要敬老尊贤 要有礼貌 爸爸妈妈 常跟我们说 阿公在田里工作很辛苦 现在我们长大了 只要学校放学放假 我们就会跟阿公到田里 做一些 拔草或台肥料 比较粗重的工作 让阿公轻松一点 阿公最让我敬佩的是 他修养得很好 做事又认真 阿公常常告诉我们 做老祖的弟子 要修口修心养灵 虽然现在我还不是很懂 但我 我想以阿公作为一个 真实认真的人 学习了易经风水 柯师兄把家里不如法的地方 一一地改善 生活上有什么疑问 就请示老祖 每逢法会 只要有空 就会去做义工 不管是 顾油丁 读帮帮帮帮 爱是去外面摆布 或者是其他的工作 他总是用欢喜心去结善缘 爸爸从年轻 就一直很努力地工作 很努力地打拼 对家庭都很照顾 那也没有任何不良嗜好 可是他年轻这么地努力 这么地打拼 可是我们看到 他好像没有获得他应有的收获 那自从爸爸学了易经之后 他对家里的一些环境做了改善 那慢慢慢慢好像就觉得 他的工作上面都有改进 有进步 那这个是我所看到的 那爸爸年纪这么大了 又这么认真的在学习 那所以说他有时候他对谈当中 他告诉我们一些 就是易经里面老祖宗的智慧 让我也很有相当的认同 那我觉得就是说 应该也要找个时间 那自己也来学习一下这么好的东西 我一次嫁过来之后 我发现我的公公他很努力 他每天很辛勤地工作 然后他对他自己的要求蛮高的 他做起事情来真的很打拼 他几乎就是为这个家庭而奉献 那他一直以来他就是保持了一个高度的学习的 自主学习的精神 我觉得这种身教给我的小孩很好很好的 然后有一天他就是问我说 我去看了电视 方域方域你觉得我应不应该去念易经 我说爸爸你怎么会想去念易经 他说我觉得这对我好像帮助很大 那我就说爸爸你去上易经 那你还需不需要其他的帮助 他说那如果我要有一台电脑 我想要学跟你们联系好不好 说OK这个我都可以帮助你 然后他去上课之后 我发现他的心是很更开朗更稳定 他自己知道他自己每一个时间点的一个组件 那个心态一改变他其实不是 就比较不会有一点好像折磨自己 我该不该坚持我要不要继续 我要不要怎么做他以前常常会这样子 然后他去上课之后 他会觉得我就是这样做这样做就对了 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他自己很肯定他自己 他很肯定然后他很自主的学习 那我结婚嫁过来的时候 我看到我公公跟婆婆 他们就是侍奉他的公公婆婆 我的阿公阿妈就是嫁过来的时候 他们是八十几岁了打着刺脚在田里面 一样的去辛勤的工作 每天快快乐乐的就是两个人会打嘴狗 跟我现在看到的公公是一样的 我就知道我很安定的是说 我知道我将来的生活 我知道我在这个这里是幸福的 对然后我先生他们是属于比较避暑的家庭 他们有时候事情是比较不会缩开 会放在心里面的 那我结婚嫁过来之后 我发现公公去上课之后 他是勇于沟通 他会跟我讲 会去聊天 聊天里面我们就会聊到蛮多想法 看法 他不是说要你去帮助他做什么 他的意思是我分享给你 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东西 我觉得一个家庭里面 就是从心的联系 心跟心有连接 在一起之后 大家的那个团结的那个力量是很大的 那我觉得帮助最大的是说 我看到我的公公七十几岁了 他每天那么认真 我就跟我的小孩说 你看阿公还保持着这个活力 还保持着夏天去辛勤 去种田去学习 那种感觉是觉得说 这很棒的一件事情 因为很多很有钱的人 大概穷的就剩下只有钱 没有所谓的生活 我觉得他有一点像空老夫子讲的 他这个年纪耳顺了 人家讲什么他听得下去 他从心所欲 他不会让他觉得有困扰 他不宇举 他可以成为我们家里的智慧的领导者 这就是一个家庭的传承 这种传承对我们来讲 我觉得很重要 然后他常常就是会感谢 会拜拜 会我们去拜祖先 那我们拜拜的时候 他总是会跟我们讲说 因为祖先的庇佑 我觉得这是肯定的 这是让我觉得说 我们的根 从这个根 然后去发展这个家 这个家是在一起的 已经是大学 大学在 以前没有机会可以读书 但是师兄说 太太 吃人粉 吃狗鸡 就像今天儿孙齐聚一堂 大家都回来了 阿嬷特地亲自煮了一道 煮这道菜 她希望能够让年轻的孩子们 能够知道芋头的金 煮也是可以配饭 不要浪费 要懂得习福 这么有智慧的阿嬷 实在是很令人感动 我今天就是煮奶奶 我们以前小时候都经吃了 我就觉得奶奶吃好吃 在大小就要回来 我就说煮好她吃饭 这种奶奶是会吃的 现在就是 如果有餐厨就要去吃 要熟悉 要熟悉这种东西 都会吃的 现在年轻人 不知道怎么吃 就是要参与牛肉 参与牛肉 要煮好温暖才好吃 我反正都要煮好温暖才好吃 不温暖才好吃 如果我们以前是这样 以前我们在家都生意 煮好温暖 要煮好温暖才好吃 要煮好温暖 不然你没有煮好温暖才好吃 要煮好温暖 我的名字叫做柯林轩 然后我目前就读政治大学的民族系 然后就是对我来说 他们是最关心我们 对我最好的阿公阿嬷 就是每次回来 他都会竭尽所能的给我们很多 他们自己养的鸡 然后种的菜 种的米 然后对我们来说 就是我们吃得非常安心 因为就是他们是种的 就是很天然方式种植的食物 然后对我来讲 就是最特别的地方是 我很喜欢吃阿嬷做的柜 对 然后阿嬷都会特别的 就是特别准备很多 那是就是黄瓜 或是米漬食品来给我们吃 对 在我的眼里看来 他们是最认真 然后最务实 然后对这片土地负责的农民 为新圣教宗主上魂下缘禅师 带领中门弟子 大力提倡慎中追远敬拜祖先 希望唤醒每一位中华儿女 更懂得珍惜成为一家人的缘分 不要忘记孝道的核心价值 珍惜我们大家今生续缘的真实意 因为一路上我们从结婚开始 爸爸妈妈过年过节 一定是很慎重的 就是我们几乎就是动员全家大小 然后去从杀鸡 最重要的自己摘菜 做欣喜的工作 然后煮出一道美味出来的时候 我们不是先吃 我们是先去拜祖先 那让孩子知道说 我们这个食物来得不容易 然后我们每一个孩子 都拥有一个感恩的心 那爸爸妈妈他们就是说 让我们看得到说 他的辛苦成果 让我们感觉到他们的心意 那整个是联系家庭 非常非常重要的力量 每逢年过节的时候 阿嬷跟妈妈都会忙进忙出的 准备祖先的祭品 那我觉得他们这个方法 就是我维持一个传统 对那值得我们效仿 那阿公之前去读 《易经风水》的时候 也有说到 祖先是我们的守护神 所以只要我们有一颗虔诚的心 他自然会保佑到我们 我们的身体 不论是身体健康 或者是家人的安慰 对 那我们 圣东追远的习惯 是要好好保存的 阿嬷之前拜拜的时候 也有说 就是请祖先保佑我们 这些小朋友高端 然后身体健康 对我觉得很棒 我希望这个传统一直维持下去 谢谢 今天非常感谢柯师兄一家人 接受我们的访问 师父混缘禅师开示 大家学易经 家庭圆满一条心 维新家庭祝您健康平安 再会